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记者无疆界组织在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外同步抬棺材抗议 谴责香港政府致苹果日报于死地 根据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巴黎记者无疆界组织代表在昨天坐灵车抵达中国大使馆 并把棺材和鲜花送至现场以模拟葬礼的方式进行抗议 而标语牌则写着苹果日报一九九五年至二零二一年 记者无疆界组织的秘书长则对法新社表示 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发出警告 中国的政权系统性的侵蚀仅存的香港独立媒体 如果我们袖手旁观 那么当地的新闻自由面临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 而他表示尽管这一次的葬礼是为了苹果日报 但是之后却可能是为了中国的新闻自由 他表示在中国出现下一个资讯控制的受害者前 国际社会应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义务采取行动捍卫自由 再要为您关注的是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一番言论 胡锡进今天在微博上面写道 共产党改变了中国 假如共产党没有执政 今天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呢 胡锡进认为探讨这个假设一定很有趣 假如没有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 将建设政权将延续 而那样的独裁或者说强权政治在亚洲有很多 比如印尼菲律宾韩国一度都是那样 但到后来中国也应该会在二十世纪末大拨轰民主化 还有一种微弱的可能就是中国很早走向印度巴基斯坦的两党轮换制 那样的情况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有人说那就是台湾现代化的扩大版了 还用说吗 但是这个判断太过简单 胡锡进说台湾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口 相当于北京市的社会规模 把亚洲四角龙加在一起 人口不到九千万 对于亚洲发展的代表性必须说是有限的 台湾在亚洲相对最领先的时候恰恰是两奖时代 但它的长远趋势很不确定 新加坡突然就窜到了最前面 地缘优势和李光耀的个人智慧 给那个弹文小国带来了很突出 但又很难说能持久多好的好运气 而同时胡锡进还写道 整个东南亚南亚朝鲜半岛加起来一共二十五亿人 二十世纪中叶他们与中国大致在同一发展水平上 中国是个庞大民族众多地缘辽阔的超级社会 中国的成功与否要用东南亚南亚朝鲜半岛的综合情况来做尺子 才是客观公允的 中国可以把欧美日作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但是一下子把中国从历史和地缘环境中拽出去做对比 那是抬杠而不是认真回答老胡的假设 胡锡进还写道 如果没有共产党 今天中国最大的可能就是四小龙再加上东南亚 再加上半个印度的综合体 而且情况有可能更糟 原因是中国很难不严重内乱 而且这个国家的实际版图有很高概率 比今天中国的版图要小很多 而胡锡进写道 那样的中国多半会有美国驻军 就像韩国和日本一样 美国对中国有很强的操纵力 有一百个办法阻止中国对它构成竞争力 比如引爆中国民族矛盾 推动中国搞极化民主等等 还有可能阻挠中国拥有核武器 美国曾经因为发展核武器而制裁印度 后来网开一面 又利用印度平衡中国的意思 胡锡进在最后写道 老胡相信历史一定会给予中国共产党的表现最高级别的评价 历史评价终究对应的是能够沉淀下来的实际业绩 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历史铁案 而胡锡进最后写道 当然我们不能骄傲自满 越成功压力就越大 中国必须笑到最后 把那些想搞垮我们的力量一波又一波的熬死 或者是击封他们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社会有关的消息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河南商丘有一家武术馆在六月二十五日凌晨发生火警 造成十八人死亡十六人轻伤 事故发生之后 河南省委省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 根据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有关报道 当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镇党委书记镇长目前已被免职 而武术馆的经营者还有三位涉事嫌疑人 经过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目前事故仍在调查中 根据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这一场造成十八人死亡 四人重伤十二人轻伤的火警中 年纪最轻的遇难者只有七岁 而这一些七岁至十六岁的孩童都是寄宿武术馆的学生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中国战狼画师之称的乌合麒麟的有关消息 在六月二十六日乌合麒麟为自己几天前转发的一篇新闻接连道歉 被转发的新闻提及了中国国产芯片的最新研究发展 而专家受访时表示国产十四纳米芯片明年底可以实现量产 而乌合麒麟转发并配文说封锁着封锁着我们什么都有了 但是这一条博文随即被很多人质疑 说他转发的内容其实并不严谨 甚至有存在造谣的有关内容 这样的唇枪射箭持续了至少两天 乌合麒麟发表长文道歉 其中说本人无法证实十四纳米芯片经营两年能实现量产是否属实 没有办法确证某数码博主提升优秀功率 这样的技术存在或者是不存在 所以为这样的事情道歉 同时为我对中国芯片事业造成的伤害道歉 但是最后乌合麒麟还说 本人沸腾博主喜欢沸腾 这一点不好改 但好在现今中国值得沸腾的领域非常多 我将继续在其他领域沸腾 如果我的沸腾阻碍了其他领域人员的发展和埋头苦干 那我将继续道歉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特斯拉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市场监管机构表示 由于循环控制系统存在安全风险 特斯拉正在中国召回超过二十八点五万辆重用车 包括公司销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产特斯拉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周六表示 在对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调查之后 特斯拉的汽车被召回 调查发现其循环控制系统可能被意外激活 可能导致意外加速 监管机构表示 此次召回包括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的二十四万九千八百五十五辆Model 3轿车 还有Model Y紧凑型越野车 以及三万五千六百六十五辆进口Model 3汽车 根据公司和市场监管部门表示 受影响的特斯拉用户可以远程升级他们的巡航控制软件 而不需要去商店 监管机构表示 在几天前收到了特斯拉的召回请求 这影响到了二零一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一年六月期间生产的车辆 特斯拉通过微博表示 我们对此次召回给所有的车主带来的不便 表示歉意 特斯拉将严格按照国家要求继续提高安全性能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迈阿密倒塌大楼事件的更多进展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福州州长迪尚特今天要求迪及时找出事故原因 大楼安检前的工程和地层下限是两大受关注的因素 迪尚特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需要一个明确解释说明为何会发生这种事 而根据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调查人员试图搞清楚事故的原因 有一个是这栋楼在安检前是否进行了正常工程 另外一个是这栋楼在天平屋地上的建筑物 从九十年代以来就持续下沉 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 根据迈阿密达德郡的安检规定 建筑物每四十年必须重新认证 而一九八一年文工的大厦被符合规定 今年执行屋顶工程 官员强调当时没有迹象显示工程与崩塌有因果关系 而根据来自CNN的报道 杰克工程师则表示 混凝土修复和波落问题有可能导致坍塌 混凝土表面部分脱落时可能会发生整体波落问题 如果波落到一定程度又没有修缮的话 最终有可能会导致坍塌 他表示一根柱子有问题就足以拖垮整个建筑物 卫星资料显示 大楼所在地在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九年有地层下陷的迹象 分析人士表示不能够预测是否会发生崩塌 但是我们的确发现这一栋建筑物曾在九十年代移动 非常细微 每年两厘米 但是还是被卫星发现 专家分析形容下陷过程缓慢 在这种情况下 大楼只表现出小范围的迹象 不一定是整个建筑物移入地下 也可能是建筑物内部位移 分析也指出地层下陷本身不会自然而然造成大楼坍塌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有关药文 根据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郭伦比亚总统执升直升飞机受到了枪击引起外界关注 郭伦比亚总统杜克在二十五日乘坐直升机 在郭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边界遭进了枪火袭击 根据杜克发表声明这是懦弱的攻击行为 总统坐机上的弹孔明显可见 直升机遭受攻击时 总统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以及某省长一起同行 在总统专机降落前不久 有一枚大功率的炸弹 在内瓦西南机场附近的房子爆炸 造成15人死亡 六十六人受伤 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为袭击总统坐机负责 美国表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对杜克总统的懦弱袭击 而欧盟驻哥伦比亚代表团则表示完全拒绝这一种攻击 行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